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呀花多少钱 花个五千块吧 才五千块吗 是啊低的一点 对 一两五六要两百 五千 是扣完之后吗 五千已经扣完了 花了五千就完了 不错了你这个月 也没什么压力 谁发三千四 他请假了吧 请假了那就没办法 哈喽大家好 刚刚下班了 下班了 今天是一个还不错的日子 今天是富士康的发心日 发工资了 富士康科技 发工资了 然后现在去吃饭 是晚上的七点钟 去吃个饭 本来今天发工资的话 应该去吃这么好的 然后我那两个同事 他说来饭堂吃吧 省一点 我想好吧 那就有个伴嘛 就一起来饭堂吃饭 等改天再加餐吧 这边都已经收了 这边都收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点菜 这个饭还打得挺多的 这个饭还打得挺多的 便宜 鸡腿怎么打啊 五块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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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个就够了 这么小的鸡腿 我打多了我吃得起吗 五块钱三个是吧 就这个碗 这个蛋呢 这个十块一个 四块一个 这鸡蛋 好打一个蛋吧 好吧 就这样两个菜了 今天 好吧 打个汤 老杨 你那个是多少钱 六块 六块钱 菜是五块是吧 饭一块 对 因为像碗饭了 胃口不好 好 广民兄那个饭打的比较多 四块钱 才四块吗 广民 超级黄饭 你饭不要钱吗 饭 公司免费的 饭算一块吧 你那个碗应该只要三块 饭 我记得是要钱的 看我的啊 我的是十块钱 不要不要不要 就这个小鸡腿很小啊 这个鸡腿是五块 然后这个蛋四块九块 然后这个米饭是一块钱 就是十块钱 然后这个汤啊 这个清水汤是免费的 哈喽 又是一天的干饭人晚上生活啊 上次有人说我是中介 说我是中介 然后在副则商拍视频拼那个 真的是在副则商上班的啊 现在副则商上班 不是在跑到副则商里面 就为了拍了个视频 大家看到了 副子康科技 真的在副则商上班 就穿了工艺 刚下班现在吃饭 吃饭今天打了两个赛 花了十块钱 这个小鸡腿 我记得是三块钱一个的 然后今天卖五块 可能是因为他煎了一下 那五块钱 然后这个鸡蛋饼四块 这个饼倒不贵 就是冷了冷冰了 因为我们下班 现在是已经七点多钟了 所以就菜都冷了 汤的话有一点红色的 应该是西红柿鸡蛋它 但是没有西红柿的味道 可能水加太多了 按道理来讲 今天发工资啊 应该是要吃好一点的 改天吧 改天放假出去吃好一点 是吧 这个月发多少钱呢 发了是发了 六千七百块钱 发了六千七 发六千七百块 一共上个月我加班 是加了一百个小时 然后今天刚发完工资嘛 有人欢喜有人忧 比如说这个月子发了三千块 比如说发了五千多六千 为什么这个工资会差异呢 有的同仁经常会下早班 请假呀 就没有把一个月上完 像我就是我们从头到底 就是基本上都没有请过假 就是也不迟到 就是干干上 有班就上 有班就干 就算是全勤 那今天也是 大家发了工资 上班就可能会 这个月要多少 那个什么要 带要还的 信用卡要还的 然后这个 要给小孩买衣服 给老人打起来 就聊这个 可能作为打工人来讲 一个月三十天 最心情比较舒畅的 可能就今天 就是发个发心日的 不管是说 在富商打工也好 还是说在别的行业打工 可能不是这样的 我相信 那劳动一个月 他必须要看到成果 对不对 马儿要吃了草 才跑得更远 有点湿了 来口煎蛋 鸡水 炸鸡水 煎的 来口 虽然菜家有点月桂 但是味道还可以 这个鸡水味道煎的蛮好的 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 饭也吃了 现在就干嘛呢 回去睡觉了 洗衣服 那衣服还没洗 回去把宿舍的衣服洗一洗 就睡觉 看上一天半点上光是油 全部是油 周六加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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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稿 周六大稿 周六大稿 是群里面讲了 好了 今天的打工生活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至少 如这 四日 我来消化 咱俩 关注 咱俩 没来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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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